字幕君 嗯 教主 教主 何事 教主 裴公子醒了 他好像 与小翔失辈 是舅相识 两人相谈甚欢 还甚是亲密呢 你说什么 所以我姓杨 叫杨小祥 我们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我曾经带你去逛街 去花灯会 短暂分开的日子里 我总会跟你写信 这些 你都不记得了吗 我和公子的关系 竟这样亲近吗 我曾经对小祥承诺过的 会一辈子排着你 护着你 可是我被师父从山下救回来之后 就生了一场大病 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裴修明 教主 师父 裴公子与小徒相聊甚欢 人体已经好了 谢谢教主关心 不知何处得罪了教主 让小叔对罪相下次重手 帮你松松筋骨 有助于恢复啊 松松筋骨啊 正是 熟悉吗 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啊 似曾相识 师父和裴公子也是旧识 也是 裴公子说了 曾经带我一起逛街 看花灯会 还给我写信呢 这些识 为师爷还是熟悉啊 裴公子莫不是拿了别人的识来说吧 别人的识 是 只是教主看到了画本 所以觉得耳熟 我这个小徒弟心思单纯 裴公子可别骗他啊 小翔 你先去别居 帮为师把茶杯上 哦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我先走了